顏色分别第一列是什么呢 第一列的颜色 所以你就把第一列这个 9月16号的颜色 把它选A的颜色呢 那颜色的部分的话呢 第一个颜色就是 F00FFF 就是绿色加上蓝色 所以应该是这个浅蓝 那第二个是什么颜色呢 第二个是第一列 第二列是0000FFF 对这个应该已经慢慢知道说 它的规则了 那其实这样子的话 那第三个列的话是什么颜色呢 对没错 有没有红色后面都没有 对那这样子以后你就知道 这个也是电脑调颜色的一个方法 那再来的话就是 第四列是什么颜色呢 对就黑色的 全部都0就黑 其实黑不用做了 因为多做了 所以以后看到0000 6个0的话呢 就不用理它了 好那接下来呢 遇到最关键的就是说呢 怎么样做书签 怎么样做书签 不过书签的部分我想我们就 先把这个画面先给 还给各位好 你们先 记得 第一个动作先 上面部分都一样了 所以你们就 用复制贴上的 比较快 然后再利用这个地方做那个表格 好吧 画面的先还给各位一下 好那书签的做法 第一点特别注意 你一定要在你移动的位置先加书签 所以呢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 点的圆月一号呢 直接跳到这里 那这个地方就要先在你移动下来的地方 做一个书签 怎么做书签 先把日期这边选取起来 插入 这边就有个所谓的书签 下方 就是你移动的位置的目的 跳到的位置 要加一个书签 那这边我们就用这个就好 按一个确定 有没有 这边就有个书签了 书签就有虚线 对 先插入一个书签 然后如果我今天要点到这边的时候呢 跳下来 这边上面就要做超连接 所以插入超连接 然后呢 变成要改成线 这份文件中的位置 会出现圆月一号 按确定就好了 好那我把它存档 有没有 在浏览器中预览一下 这边就有一个超连接 点下去 有没有就跳下来了 跳下来了 跳下去要用超连接 对这边要超连接 跳上去是用 图线的方式 目的要跳到的位置 但是呢 你会想 那为什么跳下来 奇怪 怎么卡在这里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这个下面没有空间 必须下面这边 有没有按Enter 它才可以跳下来 因为它底下就卡住了 没有Enter 没有那个 换航符号 所以变成卡 所以建议你等一下 在最下面这边 多按几个Enter 就在表格最下面 那这样子的话 它有个好处就是说呢 你等一下要 我把它重新整理 比如说我现在 点下去的话呢 它这个地方呢 就会跳到这边了 因为下面有空间 可以让它跑 因为刚刚底下没有空间 所以跑不下去 就卡在那里 一样的方式我们来看 比如说我今天要做这边 12月25号的这个地方 下面要做什么呢